是此 那我首先要邀请法官员弯 给一个表达 那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永远感觉 我们会重复了我们的厉害 如果采取行动 应当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 并且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我们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主张大家协商一致 为此我们努力到最后的一刻 我们希望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 能够就此维护团结形成共识 我还要强调这中方一直在积极的支持 巴基斯坦的能力建设 多年来我们对巴基斯坦 在西大问题上 政治解决仍然是唯一可行的正确的途径 为此中方敦促无关各方 特别是美俄之间 要加强沟通和协商 避免冲突和对抗 同时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团结 继续支持联合国来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